大家放心,我恰恰认为在金融领域,我们和美国如果发生同流行为,美国人杀敌一千,自损两千,等同于自杀,对于重要的,我们中国有三个法宝,第一,我们资本向下没有自由兑换,没有自由兑换,它就无法随意冲击中国,第二,中国三百万亿金融资产, 第二,外资只占一点罚,十分之一不到,翻不了大牢,第三,在中国运行金融必须受中国宪法、中国法力、中国银行两会的规则显示,否则照样是罢了